风雨飘泊 人海茫茫 浮浮沉沉 难了兴亡 卖力中乾坤 真相断营养 最难看透是太眼亮 缘起缘灭 世事无常 恩恩远远 开放旧房 走路别人街路 尝尽百草苦 命力如刀痛难挡 人生苦断大梦一场 相逢一笑莫惆怅 天道愁尽情深一场 温馨无悔是两方 人生苦断大梦一场 相逢一笑莫惆怅 天道愁尽情深一场 温馨无悔是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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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你跪下干什么呀 师娘啊 这次上黑小子岭 师父那妾不应该 说的就是 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离开媳妇几天呀 就在外面蘸花惹草 就是啊 不不不不不 不怪我们这 就说我们是臭牛粪吧 可有的花草吧 偏偏揍那 往这牛粪上查 那牛粪不怪花草 那花草反怪牛粪 这谁哪说脸去 你 奶奶 谁是你奶奶 我有那么老吗 你就是我奶奶 奶奶 你谁不知道 我呀就是一肉票 我那狠心的爹想我死 不送赎金 那土匪头子就要杀了我 我洗爷爷是为了救我的命 才答应土匪头子 取土匪头子的闺女为妾 是我爹 害了洗爷爷 是我爹罪甘万死 是我爹 逼着洗爷爷 拿土匪的闺女为妾的 怎么回事啊 这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奶奶 我说的自得是真 如果有半句谎言 天大午来哄 奶奶 不 这孙子说得对 就是为了救魏嘎嘎 这个龟孙子 师父才纳的妾 纳妾了吗 纳妾要按照大清律律来讲的话 她不算罪 你还说你 别别别 师娘啊 这 这凝质啊 这 这就是大罪 可这 这罪师父已经犯下了 没法改了呀 你的意思 还是得一犯到底不成啊 我的意思是啊 生命已经做成熟饭了嘛 咋能把这个蜜变成饭 没法把那饭变成蜜呀 大叔 你胡烈烈啥 本来嘛 生命已经做成熟饭了嘛 什么叫生命成熟饭了 喜莱乐 你跟我说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过家家吗 过哪门子家家 你过家家 你把生命做成熟饭了 她看你啥了 她又没在跟铁儿 你听着胡烈烈 你就仗着你师娘的面 冤枉你师父啊 我怎么都冤枉你了呢 在山寨里是不是跟人拜了田地 拜了田地那就是夫妻 是夫妻那就是 把神秘做成熟饭了嘛 不算 就是山寨的闺女今天来 我也拿这把扫帚 把她给赶出去 这事不算了不算了 听没听见 听见了 您说了不算 不算 算 算 哎 师娘啊 你看师父 这么大把年纪了 她给你们白头到老 那是板上钉钉啊 可您发现没 最近这些日子 师父只要是看到小娃娃 不管丑尊 那你 你有力了我你 走路不开窝了 那脸上褶子一巴一巴的 好 这回正好捡了个便宜 这骂了个七 心许还能生个大盘小子呢 闭嘴吧你 滚 都滚 好嘞 老爷 咱快走 我右眼皮一直在叫 胡子会不会撕票啊的 快点 快点走啊 快点快点 快点 奶奶 别让我滚奶奶 你怎么又跪下了 不谁是你奶奶呀 奶奶 喜爷爷是我的救命恩人 您当然就是我的亲奶奶了 这事过去了啊 赶紧回家去 奶奶奶奶 我不愿意回家 你怎么又跪下了 不回家干吗呀 合着我们救了你 然后我们还得 白养活你是不是 奶奶我真的不愿意回家 我一想到 我爹跟土匪讨价还价 我就心寒 这不是拿我的命打折吗 你说我还要这样的狗爹干啥呀 不打算要你爹了 那你打算让谁当你爹 我 不要爹 只要喜爷爷和赛奶奶 你看我长得这么年轻 我生得出你这么大孙子吗 生不出我这么大的孙子 我知道了 奶奶您是喜欢嫩辈夫 不喜欢老辈夫 那 那您就做我娘吧 您就是我亲娘 娘 请收儿子一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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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儿子我也生不出来呀 是啊 那你就做我亲姐吧 姐 请收第一半 快起来 快起来 又咋啦 过来 说心里话 就我这岁数 现在走出去 说是你姐 你说有人信吗 当然有人信了 您长得又好看 又漂亮又年轻 怎么没人信呢 反正我就觉得 您也就二十七八岁 对 先就是加烦 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不收留你 就是你说 我们家这好好的 突然多出你一个 大小伙子吃闲饭 这不合适吧 我不会吃闲饭 我会干活 我会浇水 披柴 买米做饭 我全包了 而且我还要学医术 这各种各样都怪病了 你想学医啊 我要把喜爷爷 所有的医术都学到手里 你三当家的 我们按照二当家的意思 把这银子如数地 给你送上山来了 快把我的儿子嘎嘎 还给我吧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怎么样啊 你不会把我的儿子给杀了吧 你撕票了 三蛋的老爷 你们不能这样啊 说好了银子给你们送上山 还我的儿子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你儿子昨晚已经私逃下山了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的儿子嘎嘎 滚在你们山寨的山洞里 他就是掌上翅膀 但也飞不出去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老毛子来骚扰山寨 这人黄马乱的 你那鬼精的儿子私逃下了山 反正他是活着离开的山寨 我们没有撕票 这个钱我们就收下了 抬走 三蛋的老爷 老爷 不能这样 不能 老爷 老爷 别瞧着 你再哭 再哭里你起碗了 老爷 这个怎么办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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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跟你学医 他要成为第二个神医 留我们家负手呢 还要跟我学医做郎种呢 第二个神医 笑什么呀你笑 好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梁 奶奶说得真对 以后不用叫我奶奶了 叫我师娘 好的师娘 老头子 这说半天了你表个态啊 表啥态啊 叫你师娘你都应了我还表啥态啊 那就这么招吧 嘎嘎 师父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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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娘 这个 紧照图儿 三百 一百 二百 三百 行了行了 快起来吧起来吧 这乱了味儿了 咋了 在黑瞎子里 他叫师父是叫爷爷 叫我是叫爹啊 现在又叫您师娘 这不乱两辈儿了吗 不乱啊 一点都不乱 我就喜欢嘎嘎叫我师娘 师父 师娘 我要改名换姓 从今儿起 师父和您就是我亲生父母 我和我那爹脱离父子关系 以后我也不姓外了 先洗 少师娘您给我起个亲门吧 别别别 你那姓改不改的先搁着 你这名字 名字 名字非得改吗 一定得改 改的是我小时候 我爹给我起的 我现在和他都没有负责关系了 我还叫什么嘎嘎 我叫嘎嘎干吗呀 打鬼啊 对 那既然嘎嘎人家都同意要改了 老头你就给你想一个 快点 想的名 得棍儿 什么 什么 叫得棍儿 得棍儿 咱们家叫福贵双全 好好好好 得棍儿啊 见过师兄 好的 师娘 师兄 请收我师弟一半 我 神医第二 这咋的了 这脸拉得跟驴脸似的 这咋的 给我吹吹 快点 说话呀 怎么了 家里来了个白眼驴 白眼驴 可不 明明是喊我爹的嘛 这下叫我哥了 这不乱辈了吗 你说的是嘎嘎呀 他已经不是鸭子了 师父给他取了个名 叫得棍儿 跟我成兄道弟了 那不挺好的吗 好个屁 他还要做审议第二呢 得福 那你得努力了 努力 那也就是个二吧 喜郎中 刚才史密斯先生说得很清楚 我和史先生大老远 从京城来请您 您不能推辞 你能给土匪治病 就不能给洋人治病吗 喜郎中 在郎中眼里 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 好人坏人 只要是病人就得治病 您说是不是 是 离儿是这么个离儿 施郎中 那我也不能去北京 为什么不能去北京 我是朝廷的流方犯哪 是太后老佛爷的意旨 反望流方到这儿 流方到这边垂直抵达 喜来乐 你在这宁古塔待着 真是孤落寡闻哪 你不知道吧 这太后老佛爷和皇上 都逃到西安了 当年老佛爷的意旨 还顶个屁用啊 我有啥不知道的呀 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城 那是肆意强掠 横冲直闯 把北京城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我怎么不知道 可有一条 只要是太后老佛爷在 皇上在 大清朝的官员任命 还是由太后老佛爷说了算 大清的案子 这还得按照 大清的律力来审结 大清朝它还是大清朝 大清已经名存实亡了 如今太后老佛爷 都得看着洋人的脸色行事 是吗 是吗 那好 那你就请北京的洋人 给太后老佛爷一个信 让太后老佛爷下一道意旨 这太后老佛爷下了意旨 说让我喜来乐进北京城 那我就立马进北京城 你 你 你 这怎么可能啊 你刚才不是说 连太后老佛爷都要看洋人的脸色行事吗 这不是你说的吗 胡叫蛮缠 是吗 喜夫人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 老头子 他要跟我单独谈谈 你回避一下 我看看他放的什么病 那喜郎总陪我出去走一走 咱们散散步 好 我陪你去看一看我这流放之地 好 走 要谈什么呀 谈吧 喜夫人 我看着您这样子 心里肯定不舒服吧 没不舒服 昨天晚上要不是咱们上山了 那喜来乐可就美梦成真了 我们老头子是被逼无奈啊 不是自怨的 就算是事出有因 那这事他可完不了 那还想怎么着啊 喜夫人 您想想 这黑瞎子领上的土匪哪个是好惹的 那个土匪的闺女就更不好惹了 您瞧我这脖子 她昨天咔这么一下 掐得我到现在还疼呢 她竟然比喜来乐成亲 那多亏了老毛子的羊枪羊炮 把他们打散了 那现在老毛子可回去了 这土匪的闺女和喜来乐 算是入过洞房了 她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吗 这事我怎么没想到啊 喜夫人 您想不想这种事 在你们家出现第二回 第三回 然后家里面多这么个女人 您要想彻底摆脱这个土匪的女儿 您就得远离宁古堂 去京城 到了京城 这帮土匪还能追去吗 就算是追去了 我让羊枪羊炮杀他们个片架不留 等晚上跟我们老头子商量商量再说 事不宜迟最好明天就动身 以免夜长梦多 还生气呀 我想离开宁古堂 去京城 你真听她孟清禾的话呀 我听她的 我自个儿没长心眼 我自个儿不会想啊 你就说吧 你去不去 不去 为啥不去 八卦联军在北京城站着呢 咱在这儿活得好好的 哪儿也不想去 当然活得好好的了 你都纳了妾了 你当然好着呢 我说夫人哪 咋又提这事了呢 说的就是 你说你为啥不去 就是因为你心里还惦记着土匪的闺女 这哪跟哪儿得事啊 你要真惦记她 你真惦记她你就找她去啊 对 她年轻 还真没准能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呢 我还省事呢 我告诉你喜莱乐 就她给你生了个儿子 养大了也是个小土匪 对 行了 别咒我了 别咒我了成不成 听你的 咱明儿就去北京城 大小姐 你的老新郎下山了 这喜字 可以戒掉了吧 就是把喜字揭掉了 你又能怎样 只要我房里挂着喜字 那我金山椒 以后就是一个有夫之妇了 你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我就不相信 你愿意为喜莱乐 守一辈子活寡 对 我就愿意为她守活寡 你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住手 放下山椒 顾定龙 你对我闺女 如此无礼 你再敢冒犯 我对你不客气了 爹 我要下山 下山 这些日子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刚才你也看见了 顾定龙对我成什么样子 爹 我不想以后 你为了女儿 得尔当家的反目成仇啊 闺女 你下山上哪儿去啊 找喜莱乐 我听说 她被洋人给带到京城去了 爹做了胡子 山下也没有亲戚投奔 你不能下山哪 爹 这边啊 对对对 谢谢啊 多谢 来 这边 有人吗 卖宽了啊 老嫂子 这是喜莱乐的家吗 是啊 是喜郎中的家 那这人呢 到京城去了 到京城去了 那喜郎中走的时候 有没有带一个年轻人呢 有个新徒弟 叫德棍来着 德棍 该不是叫魏嘎嘎吧 不 我听喜郎中叫他德棍啊 长什么样啊 个儿不高 瘦瘦的 兰儿 你真的跟我走 小姐 我从小就没有爹娘 这些年我一直跟着你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上山 我就跟着你上山 你下山 我就陪着你下山 好吧 那咱俩一起下山 嗯 从此是相依为命的姐妹 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姐 叫我山娇姐 嗯 山娇姐 走 走 三当家 你怎么在这儿 大当家在指导你要下山 特意命我来送你一程 你知道我去哪儿 大小姐去哪儿 我就送你到哪儿 三当家 谢了 我这一下山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爹年纪大了 请多照顾他 大小姐 放心 你去哪儿 请 礼玉也 趴上了高山头啊 霸城了我 鸡之大老虎啊 高山头啊 为了一个大小球 天哪边 与豆太后的夏了破 爹 羽儿下山了 你和兄弟们 多保重 天哪里 京城就是好啊 多大呀 紫禁城比这更大 更宽 更高 这紫禁城是啥地方 太后住的地方 皇上太后住的地方 那是个你气口呗 静紫禁城想当年拉我走 不是静咱家 Р案子啊 驾驾驾驾驾驾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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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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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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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请戴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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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郎中 住这样的房子满意吗 师父 这洋鬼子对咱还挺客气 给他房子还挺敞亮的 房子不错 这家房东不是让洋鬼子轰走了 就是让洋鬼子给杀了 咱们住这样的地方糟恨哪 形郎中 过来 什么东西 这是一块坏表 你明天早上八点钟 准时到紫禁城 八国联军的西统帅要接见你 哪儿是八点 你不知道怎么看表 真的 阿拉伯数字你认识 好 你看 这是个仓的 说的什么 不是啊 仓的 六点半 八点 明白吗 真以为我不知道呢 三角姐 这京城这么大 到哪儿找喜郎中啊 只要喜郎中在京城 我就一定要找到他 找喜郎中干啥呀 你病又好了 当初又不是真的嫁给他 在我的心里 喜郎中已经成为我的亲人了 我心里放不下他 再说了 我们俩已经拜堂成亲了 我只能去找他 而且我必须找到他 三当家 谢了 就此告别 后会有期 大小姐 保重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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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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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这是外国鬼子 好怕人的样子 京城论 这养鬼子 把喜郎中弄到京城来 看来是凶多吉少 什么呀这是 怀表 怀表 又这怀表好看 不是这样的 打不开呀 我教你我教你我教你 看看这手 这手 看见没有 阿拉伯字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转一圈就是咱六个时辰 两圈就是十二个时辰 那 那这玩意儿挺好啊 那以后就不用听 打 打惊了 这一看不就清楚了吗 你喜欢就送你 送我了 你舍得 我送你有啥舍不得的 夫人哪 以后咱家的使令就由你来管 明天早晨我得去见那个西德瓦 八点 那是哪儿啊 那这 就这个 这是八点 哦哦哦 佛小的时候是六点 哦哦 你打明儿 我打明儿 嗯 我是大公鸡呀 我打明儿 夫人就是咱家这大公鸡呀 哈哈哈哈 你 你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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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 我是你个八户廉津的邪祖宗 来 来 系统帅 喜来乐来了 谁是喜来乐 本人是喜来乐 这是我的两个徒弟 德福德贵 你 你还有两个徒弟 好啊 本统帅也想做你的徒弟 你收不收啊 谁呀 所以特地把你请到这里来 我们全体联军对你的到来 表示敬意 表示欢迎 我要给你个拥抱 好 你这么不友好 友好 将军说友好 你们跑到中国来这是友好 喜郎主 喜统帅身上的病你给看看吧 德福 好 看看 这是在中国患上的病 我们很多官兵患上了这盖子的龙 叫什么禅药龙 喜郎中 你一定要把这个龙给治好 这病啊 不好治吗 师父 管的好不好治呢 赶紧开药方子吧 开个吧 开个 开一个 师娘 师父走了几个时辰了 说不好啊 对了 我有表 我看看表啊 我看看表 我看看几点了 几点啊 怎么着一定有俩时辰了 我上门口迎迎他们去 来 豆腐 把这个药方子给蟋蟀 好 我说将军啊 我开的这个方子灵验得很 只要照着上边去坐 病就会好呢 什么意思先生 我不懂药方子 你看一看 按照药方 到中国药方抓药 让全体患病的将士 照方吃药 哪来哪去 越快越好 这是什么药方子 你们洋人到中国来 水土不服 就得了这个蟋妖龙 这 这地方你们就不该来 要想不受罪 赶紧回老家去 你敢在本土水面前耍花招 别动 别动 不 请客下息怒 喜狼 喜狼中 只要你给连军治好病 我们会给你一大笔赏金 对 赏钱 财宝 金银财宝 不 你就是把紫禁城的金银财 保全给我 那病他也不好治啊 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回老家去 那蟋妖龙他是不治而愈啊 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打算回老家 我是再也开不出什么更好的方子来了 这又半个多时辰了 好 月儿 我跟你说我这个心吧 就跟这个杨婊啪啪啪跳得一样 可慌了 大叔 喜狼中的家是在前面吗 对 师娘 你说师父跟德福他们 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胡说 咱们家人心这么好 没干过坏事 能出什么事啊 师娘 你看那俩男的 像不像姑娘般的 还挺漂亮的 还挺漂亮的 咋了 害虾子凌那土匪的闺女来了 姐姐 喊谁呢 喊谁呢 喊你啊 姐姐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在黑虾子凌见过的 你怎么到京城来了呀 我来找喜狼中啊 这 这 别扶我 人家追人 都追不过百步 你这追千里追到京城来了 我跟你前世有冤是不是啊 哦 你就是那个要在山寨上 嫁给师父的人吧 嗯 我求求你们了 快走吧 师娘看见你们要晕倒呢 姐姐你别晕 我想进屋坐会儿 还进屋坐会儿 对 进屋坐会儿 陪姐姐说说话 被 被 没想到这个中国郎中 还敢跟本同帅来这一套 史密斯医生 你来中国多年 对中国人应该有所了解 你估计喜莱勒回去 会不会弄一个真正能治 禅妖龙的药房子 他是个狗屁的神医 回去告诉他 如果他再敢违抗我的命令 那就撑毙 将军 喜莱勒是中国的神医 治病的法子揣在他的心里 杀了他往后就别指望 会有人治好 叉妖龙这个怪兵 我们只得想办法 让喜郎中给连军治病 那如果这位神医喜郎中 不愿意给我们治 还会有什么好办法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 软硬兼施 中国人对付中国人 常常是先软后硬 我们对付喜郎中 先用软的法子 不行再来硬的 姐姐 我是被滚地龙 憋得才下山的 滚地龙是谁啊 他是山寨的二当家 一直纠缠我 想让我嫁给他 二当家的看上你 你不挺好的吗 说明他喜欢你啊 怎么不同意啊 我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看他烦 粗鲁的男人 常常犯魂 犯魂 你跟我说说 他都怎么犯魂啊 不说他了 你那么气他呢 山脚姐姐一见他就气 得了那个怪病啊 就是被他给气的 气得脸也肿了 脖子肿了像个小水头 别说了 不对啊 我听我们老头子说 你得的是什么 客山病啊 什么客山病啊 我看啊 是被气出来的怪病 山脚姐姐答应 嫁给喜郎中 就是为了摆脱 那个二当家的 你就是为了摆脱 那个二当家的 才跟我们老头子 成的亲哪 你这闺女啊 不是我说你 你真够傻的 我们老头子跟你 拜堂成亲 那就是硬个井 闹着玩 小孩过家家似的 你还当真啦 这男人不就是这样吗 你让她跟一百个女人 拜堂成亲 她都乐意她都乐呵呵的 可是你女人不一样啊 你跟她成完亲之后 那你就是媳妇了 你就是大嫂了 你要再嫁人 那你就是小寡妇了 我不是小寡妇 吗 你就是小寡妇了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我一年一年这样安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